欢迎回来 这里是由竹友核桃乳特约播映的今日海峡 15号 第五届海峡论坛就将正式开幕 而14号 精彩的前期活动已经陆续登场 相关报道呢 有请我的同事施宇带来海峡论坛特别节目 圆梦 大幕徐徐开启 好戏已经提前上演了 第五届海峡论坛明天的正式开幕 今天的一些活动已经先期在福建的各地陆续的展开 首先是在厦门 第五届海峡论坛的海峡影视记 昨天傍晚拉开了序幕 来自台湾的两部影片首先亮相 在厦门的私民电影院进行了展映 并与观众举行了见面会 那么有大陆的影迷表示 看过电影之后很感动 希望将来能够在大陆的院线上看到更多的台湾影片的上映 那么对于大陆观众的反响 台湾的影视界人士也深受鼓舞 他们表示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台湾民导曲友宁一句玩笑逗乐全场 许多厦门影迷慕名而来 就是因为他导演的我不可能爱你 让两岸的年轻人痴狂 而这次他带来的迎评新作 亲爱的奶奶大走亲情路线 连大陆影迷也顾名多多 这个电影是我到电影院来看到最感动的一部电影 台湾电影《亲爱的奶奶》在厦门首次展映 同类题材的也是来自台湾的影片 《斗阵》也一起来到了厦门 放映现场来的都是大陆的年轻影迷 随后的观众见面会更像是一场对于两岸生活价值观的学术研讨 而在本届海峡论坛海峡影世纪当中 台湾电影《逆光飞翔》《亲爱的奶奶斗阵》将在福建各大影院进行展映 对于展映首站厦门就有如此好的观众反响 台湾民导曲友宁表示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我觉得其实蛮好的 两岸各自发展出不同的电影的类型跟典型 然后藉由这种海峡论坛的交流 让彼此都看到大家擅长的部分 我相信这样子两岸都会有更棒的电影出来 海峡卫视梁志凯刘三文 厦门报道 接下来看一看我们一年一度的《海峡影视记》又来了 今年的《海峡影视记》仍然是众心名集啊 许多大牌导演也纷纷带着自己的影片来参展 台湾著名导演曲友宁和卢金成呢 就带着自己的新电影来到厦门 走到了观众朋友身边 接下来一起去看一下哦 第五届海峡论坛《海峡影视记》 台湾电影展映展播及导演见面会 13号在厦门四名电影院举行 其中展映展播了台湾电影《亲爱的奶奶》和斗阵 台湾著名导演曲友宁和卢金成出席活动现场 《亲爱的奶奶》有偶像剧《我不可能爱你》导演曲友宁编导 故事改编自导演《亲身经历》 透过独特的倒序方式真诚的动人的呈现出 满满的对奶奶的思念 厦门卫视娱乐加油站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曲友林 我来到厦门了 然后带我的电影《亲爱的奶奶》来跟大家见面 然后这是我的 我自己觉得我人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电影 这是我前面一个所有人生的体悟跟所有情感的来源 那我自己是几乎是刘哲泪把这部电影拍完的 斗阵由台湾知名导演卢金成知道 本片定位是台湾人情 讲述的是1970年代台北的一个眷村 开计程车退伍军人刘航生和台湾本土出生的妻子刘金碎 勤劳持家在这个年代努力打拼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卢金成 我拍的电影叫《到底呢》 《到底呢》意思就是在一起 大家在一起 《到底呢》有机会来看一下《到底呢》 包着你有哭有笑有爱有泪 好看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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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哦